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欢迎大家进入第三课的单词学习 我是大连外国语大学的主讲教师冯雪 这一讲我将介绍一些主要单词的相关用法 首先请大家跟我读这两个词 トイレ お手洗い 这两个词的意思基本相同 トイレ的意思是厕所 お手洗い的意思是洗手间 后者更委婉一些 下面请跟我读おくに 这个词是由接头词お加上くに组成的 お放在与听话人或第三者有关的事物之前 表达说话人的敬意 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过お名前一词 就是对对方表示尊敬您的名字 当我们询问对方您家在哪时 就要说おたく您的家 请继续跟我读電話 电话 这个词泛指所有的电话 那么我们使用的手机用日语怎么说呢 请大家跟我读 携带电话 可以简称为携带 而スマホ指的是智能手机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自动售货机这个词 请跟我读 日本被称为自动售货机大国 在大街小巷自动售货机随处可见 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货品的种类方面 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再来看一对意思相近容易混淆的单词 请跟我读 ELEVETA ESCALETA ELEVETA是叫箱式点梯 ESCALETA是自动扶梯 请大家注意区分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数字的读法 请看这个表格 在之前的学习中 大家已经学过了数字1到10 我们可以用这10个数字进行排列组合 来表示不同的数字 比如11是97 20是29 需要注意的是 数字4、7、9不止一种读音 所以14既可以读作 14也可以读作 17既可以读作 17也可以读作 19既可以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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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40、70、90 通常读作 40、70、90 下面我们来学习数字 百、千、万 请大家跟我读数字 100到900 100、200、300 400、500、600、600 600、700、800、900 我们会发现 300、600、800的读音有些特殊 300发生了左音变 读作300 600和800发生了促音变 分别读作600、800 接下来请跟我读数字 1000到10000 三千也发生了着音变 读作三千 八千发生了醋音变 读作哈仙 请大家注意 在汉语中我们常说一百一千 但是在日语中 则会直接说百夫和仙 通常不加数字一 而一万需要加数字一 读作一七万 下面我们来学习 日本的货币单位日元 请大家看图 这些是流通中常见的纸币的图片 分别是一万日元 五千日元和一千日元 请大家跟我读一万元 五千元 千元 注意一千日元读作千元 不需要加数字一 除了纸币之外 还有以下不同面值的硬币 请跟我读 五百元 百元 五十元 十元 五元 一千 请大家注意 一百日元读作百元 十日元读作九元 都不需要加数字一 另外 五日元的读音和日语中表示缘分的单词 读音相同 因此 日本人认为 五日元硬币 是可以带来幸运的吉祥物 接下来 我们将学习 表示楼层的数量词 请大家继续跟我读 一开 二开 三开 四开 五开 六开 七开 八开 八开 九开 九开 南开 日语楼层的表达方式 是在数字的后面 直接加上量词 开 在发音的时候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开前 如果是数字 一 六 十的话 要发生 促音变 读作 一开 六开 九开 开前 如果是数字 三的话 要发生 卓音变 读作 三开 如果是数字 八的话 可以发生 粗音变 也可以不变 读作 八开 或者 八开 另外 疑问表达 是 南开 读音比较特殊 请大家注意 在这一刻的单词中 出现了很多国家 和地区的名称 比如 意大利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知道 在表示国家的名词后 加上结尾词 人 可以表示国籍 那么 意大利人就是 意大利亚人 法国人就是 富朗斯人 瑞士人就是 斯伊斯人 最后 我们来学习 以下城市的名称 请跟我读 在自我介绍时 我们可以介绍 自己来自哪座城市 比如 瓦鹏来自曼谷 就可以说 班国 而米特来自柏林 就可以说 同学们 今天单词部分的学习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